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球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中国乒乓球队 关注一下许欣 那么在今天的话许欣是已经成功的当选为亚拼联的副主席 对于这样一个职位的担当的话 也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这个许欣当选亚拼联副主席的消息 也是迅速的冲上了热搜榜 可以说中国乒乓球队有了这样一个人物 进入到亚拼联的权力机关 对于中国乒乓球以后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那么在许欣当选为亚拼联副主席之后 也有很多的球迷会担心他会不会就此退役 毕竟这是一个政界的一个官员 那么可能如果说以运动员的身份去来参与到其中的话 那么实际上会不会出现分身发疏的情况 那么关于这样的一个担心的话 许欣也是给出了一个正面的回应 他在自己的个人社交媒体上表示 这次当选亚拼联主席非常的荣幸 有助于他从一个运动员的角度去审视这个位置 如何能够再借助这个位置 去给运动员争取到更多的权益 那这样一个表态其实也是表明了 许欣目前并没有退役的打算 那么在刚刚过去的全运会上 许欣跟刘诗文还搭档拿下了全运会的混双金牌 可以说两个人的这种配合还是相当默契的 尽管是许欣31岁 刘诗文30岁了 但是考虑到下一个巴黎奥运会的周期 只有三年的时间 届时的话以33岁的刘诗文加上34岁的许欣 去达到一个混双比赛的话 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 而且接下来还有这个世拼赛的比赛 两个人也是有机会去参加其中的 所以说许欣不需退役的话 对于刘诗文来说 也是一个不错的消息 可以弥补他的一个遗憾 一个什么样的遗憾呢 因为我们知道刘诗文参加了东京奥运会 但是比较尴尬的是 在所有出场的中国乒乓球男女运动员当中 刘诗文是唯一一个没有拿到金牌的运动员 他只收获了一枚混双的银牌 而其余的运动员只要是出场了 都是至少收获了一块金牌的 包括许欣在内也是拿到了男团的金牌 所以说许欣继续打呢 也就意味着许欣和刘诗文这对混双搭档 有可能将会继续参加世界大赛 即便是撑不到下一届的巴黎奥运会 在接下来的世拼赛 以及世界杯的比赛当中 许欣和刘诗文依然会有机会去冲击冠军 那也就意味着刘诗文能够弥补自己这个遗憾 不至于自己在最后一届 代表中国乒乓球队参加国际大赛的比赛当中 没有任何的金牌入场 这对于中国乒乓球队 对于刘诗文这样一个功勋捉住的运动员来说 将会是一个非常尴尬的事情 而且目前混双这个项目 也已经是被提上了中国乒乓球队的日程 以前中国乒乓球队确实不太注重双打 所以说我们的混双男双女双 基本上世界排名第一的都不是中国队的选手 不是中国队的选手实力不够 而是我们对这些项目确实不是太重视 我们经常会换着搭档进行一个组合 所以说我们没有一些固定的双打搭档 但是现在混双已经进入了奥运会 成为了奥运会的五块金牌之一 从这个层面上来讲 中国乒乓球队未来肯定要去着力打造一些 搭档固定的混双组合 那许昕和刘士文绝对是被考虑其中的重点 是因为两个人的配合时间和默契都应该是最好的 而且还能够给一些年轻的混双球员去打个样 同时的话对吧 混双这个比赛现在进入到奥运会之后呢 更多的需要一些有比赛经验的球员来带一带 像孙颖莎梁敬坤这样的年轻的组合 因此刘士文和许昕 在未来肯定会承担着一个成上旗下的作用 甚至还有可能要担当冲金的重任 所以许昕不退役的话 对于刘士文来说绝对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消息 那这对黄金大档默契非常十足的混双组合 依然有可能去冲击世界大赛的金牌 对于刘士文来说 弥补东京奥运会场的遗憾 依然是一个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然后呢 谢谢大家